就是Nutrisential 然后Nutrisential在咱们那个公司的网站上面有这个smartmark 叫 If you look at it it's called the newskinsocialsmartmark.com 然后呢这个里面有很多的图片 这个图片你是可以download的下来的 同时呢它还有一些这个video 比如说你这个蓝光 Let's see UV ray 比如说我们来看一下这个video 啊 那所有这些material呢 你可以click这个download 然后可以download到你的手机上 或者是你的computer上面 然后呢 这种东西 怎么回事这边 这个东西呢 你就可以那个把它作为 比如说你们说我每天怎么发这么多东西 都是哪来的 其实呢 很多这个东西都是可以在 现在公司给你提供这些信息 所以你可以直接从这里download了以后 你可以把它发到Facebook上 或者你可以把它发到这个 这个WeChat上面都是可以的 那这一个套装 为什么这么厉害呢 首先呢 我们管这个套装 叫逆境直脆 那这个东西呢 就比如说你可以看到这个changa mushroom 它有五种植物 那这五种植物呢 包括这个changa mushroom 就是叫白化耳 它呢是生长在非常严寒的 这个乌拉尔山脉里面的 它有什么功效呢 它在抗氧化抗肿瘤 提高免疫力 很多时候其实人也可以 把这个作为药材来吃的 然后它也可以预防感冒啊 预防感染啊 所以它是我们这个系列用的是生物源 全部都是植物为基础的 那么这有五大植物呢 是逆境直脆 这是其中的一个 那么下一个呢 就是黄昏草 那这个黄昏草呢 就是生长在沙漠里面的 那么它是在很干旱的情况下 它可以存活两三年 就都没有水 它为什么呢 因为它里面有一个叫做这个煤 它自己里面有一个抗氧化煤 那么当没有水的时候 它这个煤会自我保护起来 不会死掉 然后一旦有了水分的时候 它又活过来 所以这个植物可以存活很久 那如果用到我们的皮肤里面呢 也会帮助我们的皮肤来锁水捣水 然后呢 这个叫maru root 又叫野兰 野兰呢 一般是在这个亚洲北部 比如说东北呀 比如说内蒙 它有清热解毒的功效 然后这个呢 叫西伯利亚参 又叫俄国参 那么也叫次武加 它呢 是有一个消炎和抗疲劳的作用 然后这个东西呢 是rhodiola 又叫这个红颈天 那我们都知道 长在青藏高原 然后呢 它有活血益气的这样一个功效 所有这五种植物呢 其实都是可以入药的 那么其实呢 我们就是把这个植物里面的这种 抗氧化 抗这个疲劳 还有这个能够适应 很艰苦的这种环境的这些精华呢 都加到了我们这个 逆境直萃 这个护肤系列里面 这个护肤系列呢 一共有14样产品 那每一个产品都有这五种植物 所以呢 我觉得是非常厉害的 因为首先你就想象一下 你到西藏去收红颈天 你能收到多少好的红颈天 那为什么我们公司可以做到 把这些逆境直萃 加到我们的护肤品里呢 就是因为我们有这个GrowVive 可扣农业的这个科技 那么GrowVive可以在非常好的光照 水分营养的条件下 只用几乎是无土的 然后呢 能够培植这些非常难找到的植物 才可以让这个系列的产品 做到非常价格的亲民 那么 据透露呢 说这个系列的这个产品 这是99元的套装 其实如果你加上它的研发费用 等等这些成分的话 价值是400美金 但是公司为了打开这个市场 现在卖是99元 所以基本上就是买到就是赚到 所以它是一个非常高科技的一个东西 然后另外一个呢 就是这个防蓝光 那我们知道这个 我们可能很熟悉 这个防UV rate 那UV rate呢 是可以给你的皮肤 比如说变 造成斑点啊 黑黑 形成黑色素啊 然后呢 很多时候这个 这个光照到真皮层下面 然后形成这个黑色素 然后当你 呃 变得衰老的时候 这些黑色素就会浮到表皮上 然后就变成这个色斑哈 那么也就是为什么 哎 怎么回事 我这个年龄越大 好像那个斑出来 就越多 其实呢 很多时候是这个UV rate 那么另外一个非常伤害皮肤的 就是这个Blue light 那这个Blue light呢 除了给你造成黑色素 沉淀还有斑这个以外呢 它甚至可能造成你的一些DNA的一些变异 也就是有可能引发癌症 那么我们现在可能都知道防晒 但是呢在家里面 这个辐射 还有这个DNA的计算机屏幕哈 很多时候其实是没有做好很好的保护的 那么呢 这个New Skin可能是目前市场上比较鲜的 在做这个蓝光防护的这么一个公司 那Estee Lauder什么这些 L'Oreal这些公司其实也在研发这个哈 但是呢很多他们的产品只是去处理 你被这个UV rate和这个蓝光照了以后 它产生的这个症状 而我们呢是直接就是可以防这个蓝光穿透 所以我们今天我没有办法做试验 其实如果你把我们的产品 它都是不是用油性的 所以都是可溶于水的 你把这个溶在一个杯子里面 然后用蓝光去照的话 蓝光是不能透过去的 也就是说当你抹上这个日霜的时候 就把蓝光挡在外面了 这个是非常非常厉害的 这也是这套产品的一个非常高的黑科技 然后呢 接下来呢我就说一下 这个一个是逆境直萃 一个是防蓝光 还有就是它这个里面除了这些植物以外呢 每一样产品还有非常非常好的这个其他的植物 另外呢就是在这个东西 这个不是这个 那个 我们有一个就是以前在这个 蕙翠膳秀里面就非常非常受欢迎的 这个 这个 Saltrex Always Right 精华素 就是激修精华 那么在这个激修精华里面这个系列又增加了一个可调节的保湿的这么一个成分 那什么叫做可调节呢 就是说它这个里面有那个 喜欢油 Oil Loving的成分 也有Water Loving的成分 那么当这个 你在一个非常潮湿的环境 比如说在台湾呢 很容易起豆啊 长湿疹啊 这些地方呢 那你擦这个精华呢 它会把这个水挡在外面 把这个潮湿的这个这个湿气挡在外面 那让你的皮肤就非常的舒服 但是如果你去了北京 比如说啊 那个空气里面水分不是很多的话 那它就会那个Water Loving的成分就会在空气里面去吸收水分 所以它是唯一一个市面上可以做到自动调节的这么一个精华 那么这也是一个非常高的科技 它里面的成分 用英文就叫Hydroflex Blend 然后呢这个14件里面唯一的一个有Hydroflex Blend的产品 就是这个机修精华 所以呢 我用过哈 就是我也有这个机修精华在哪里呢 在这里 可以看到我吗 如果我举东西起来 你可以看到我吗 没有人讲话 我不能看到大家因为你会没有屏幕打开 这个呢就是这个机修精华 那么 那么就是这个瓶子 你可以看到这个瓶子上面有一个生物可适应性的这么一个logo 所有的这个系列都有这个生物可适应性的logo 那么我们以前的这个机修精华 同样是非常非常好用 非常非常popular 几乎是人手一瓶的 这个上面就没有生物可适应性的这个logo 好 所以就认清这个新的系列的这个logo 好 那我接下来呢就讲一下 它这个套装里面 都有哪些东西呢 那么 这个图要是能变大一点就好 能看清楚吗 就是这个呢就是你如果是我们我们上个月九月份预购那个主任预购的时候呢 我买到一套这个就是箱子里它会有这样一个产品的介绍 好那么从我们护肤的五大步骤它分为cleanser洗面奶 这个叫什么toner 这个叫什么toner toner中文怎么说 提醒我一下 收缩水 叫什么水 收缩水 收缩水 toner叫 收缩 收缩水 平衡水也可以 平衡水 平衡水 就酸碱平衡的这么一个toner 水 然后呢 还有呢就是精华 然后呢还有就是保湿霜 然后呢它这个里面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非常棒的东西哈 那么从cleanser的角度来说那就是洗面奶 那这个套装里面其实有三种洗面奶 那第一种这个呢 这个不叫洗面奶 我其实你可以把这个叫做干洗液 它的英文名字叫day away micellar beauty water 这个呢一般就是说 如果说你有非常敏感的皮肤 你不想用这个洗面奶来洗的话 你就可以把这个放在这个棉花上面哈 拍一点在这个棉花上 来试试看啊 这个也是我非常喜欢的 有的时候早上起来就是挺懒的也不想 不想用loomy spa怎么办 你就把它拍在这个棉花上 然后你就把这样去擦你的脸 我今天正好没洗脸 然后你擦上去的时候 你的感觉会非常非常的清凉 然后也非常的柔和 这个跟市面上的这个去妆水啊 卸妆水是完全不一样的哈 因为呢那个市面上的卸妆水 很多都是酒精费 我脸还挺脏的今天 都是酒精费的 那么你擦完了以后你会觉得非常的干燥 但是你用这个去擦了以后 你反而觉得非常的湿润哈 没有那种被酒精擦了以后那种很很干燥的那种感觉 那这里面有什么东西呢 这里面的成分就是它有一些保湿成分 包括我们那个N喷里面的那个NAPCA 保湿喷雾 然后呢还有一些 它这个这个净化的东西 它不是有任何碾性的 它是从植物里面提取出来的cleanser 所以它非常的柔和 同时呢它还有一些干油饼二醇 那么这个干油饼二醇呢 也是对皮肤就是其软化和保湿作用的 所以这个这个这个所谓的这个叫干洗剂 皮肤的干洗剂 其实洗完了擦完了以后 现在我是觉得很湿润的 没有觉得非常的干燥 所以这个特别好 然后呢你也会看到它的 它的去污能力还是蛮强的 你可以看到我这个棉花能看到吗 棉花都有一点变黄了 看得清吗有一点 就是我自己在这我可以看到 因为我今天因为早上起来没有洗脸 所以它完了以后还是能够看到 它的这个清污能力还是非常强的 那么另外还有两个这个 actually I'm going to stop sharing so you can see me better 另外还有两个这个洗面奶 一个呢就叫这个to be clear cleansing gel 那wow look at my face 这里边擦阔了好像很不一样 然后呢这个呢是pure cleansing gel 这个属于就是说油性肌肤啊 豆豆肌啊可以用这个 这个是非常清爽的这么一个洗面奶 那么这个里面有什么呢 也是有很多这个植物成分 它这个里面最重要的是 它含有和人体皮肤胶原蛋白的这个氨基酸 类似的这个氨基酸的一个组合 同时呢它也有一些保湿剂 它还有一些这个裹尿酸 所以这个其实对皮肤也是非常柔和 非常好的 而且跟你皮肤的蛋白质非常接近的 这么一个洗面奶 所以它是非常温和的 那么还有一款洗面奶呢 就是普通皮肤啊 或者是敏感皮肤啊 可以用这个是toner 可以用这个叫hydroclean hydroclean的这个cleansing lotion 它是有一点就是比那个gel 像有一点像clean这样的哈 然后呢这个里面呢 会有很这个叫soothing blem 它洗的时候会让你的皮肤觉得非常的这个舒服 然后呢它这里面含的那种艾草 干草 然后还有海藻枣提取物 这个艾草呢是进化用的 干草是消毒的 海藻提取物呢 它可以促进新陈代谢保湿 并且让皮肤更柔软 而且有抗炎抗自由基的这个功能 所以这个也是对皮肤非常好的 另外呢它在这个洗面奶里面 加入了一个成分叫medal seed oil 那么这个也叫白芒花籽油 又叫圆丁之油 就是说那个很多这个在做这个圆艺的这个 它的手比较粗糙嘛 那么呢这个白芒花籽油很多时候 它们会用来来护手 所以这个里面还有这个成分 它也是非常柔和的一款洗面奶 而且清洁能力也非常的棒 然后所有这两个里面也同时含有那个 逆境直萃的那些植物 包括那个红景天啊 什么这个黄昏草啊 也在这个里面 所以这个这一套 整个这一套里面植物成分非常非常的多 非常非常的惊人 因为要找到这么多植物 放在一个产品里面是不容易的 这个系列产品里面非常不容易的 好 那我现在再看一下还有其他的除了这个cleanser之后呢 它有这个两款toner 好那我们看看这两款toner是什么 一个呢就是这个叫做here you glow here you glow exfoliating toner 那么这个呢也是对油性肌肤 或者比较容易长痘的肌肤使用的 但是我发现虽然我不是说特别容易 现在这个年纪没有那么容易长痘了 但是我发现你用这个toner以后 我的脸会变得很亮 皮肤会变得很软 而且这个用起来非常对我来说 我很喜欢它 那么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这个里面含有很多的这个酸 比如说乳酸啊 果酸啊 苹果酸啊 水阳酸啊 还有像什么糖矿酮啊 那这些酸呢 可以软化你的角质层 然后呢带走你的皮肤里面多余的油分 然后真的就是让我的皮肤能够亮出来 那也就是说 你想如果你有很厚的角质层的话 你你他这个这个角质层 你就算你磨砂磨了以后 也可能有一些死皮还在脸上 然后呢你都弄掉的话 它会阻止你的营养吸收的嘛 所以呢 用这个toner 我是觉得我非常喜欢这个 然后有的地方可能以前就是说 毛孔被被被被堵塞了 有的时候还出一点痘 我这两天还有一点点出痘 但出痘主要都是在比较油的地方 所以我想我的皮肤也是在有一个修复的过程 所以这一款我是非常非常喜欢的 那么另外一款toner呢 就是这个叫in balance ph balance toner 但我们知道 其实我们用toner的那个目的就是让皮肤回复到它的弱酸性 所以呢这个叫ph balance toner 那这个toner里面也含有非常多的这个植物 除了那个五大逆境直萃以外 它还含有金铝酶 金铝酶呢是一个收敛剂 所以它可以让你的毛孔变得更加小 另外呢这个里面有一个特别有趣的东西 叫乳感菌 那么这个乳感菌 其实在我们的probiol 益生菌里面也会发现 那我们的皮肤是一个活的器官 所以在很多时候呢 我们也需要皮肤的菌群平衡 所以呢 虽然我看到这个词的时候 我觉得很好奇 为什么我抹在脸上 但后来想一想 还是非常有道理的 同时呢 它也含有这个芦荟啊 黄药酸啊 还有这个天然保湿的NAPCA啊 另外呢 里面还有一个成分是张脑精油 那这个你打开来的时候 你闻一下的话 就是确实有一点不一样的味道 就是张脑精油的味道 那么这个张脑精油呢 是非常refreshing的 所以你早上起来 拿这个toner擦一遍脸的话 也是特别让皮肤 也是有一个醒过来的 这么一个效果 非常棒 所以呢 这就是我们的两款 这个toner 好 那我们继续往下说的话 接下来呢 就是我们要用的这个精华 叫基修精华 Seltrex Recovery Seltrex Recovery Food 那我们用过基础套的人 都是非常非常爱这个基修精华的 那这个里面有五种逆净直萃的成分 同时有我刚才说的自动调节保湿的这个成分 然后呢 它的这个啊 我用起来的话 它是非常非常轻薄的 我可以我可以挤一些放在手指上 大家看一下 你可以看到 非常轻薄 就这么就这么 看得清楚吗 嗯 怎么看 还是就是这样看比较好啊 然后呢 比如说我把它擦 擦在手背上的话 好 很快就晕开了 然后很快就可以被吸收 非常非常的薄 像我呢 经常就是磨两层 磨两层精华 因为它很轻薄 然后很好吸收一下子就被吸收掉了 呃 所以是如果说你有敏感肌肤 或者是说你有新的伙伴来 然后呢 呃 他们用了很多大牌 然后肌肤就是有很多问题的话 呃 多买两屏这个是非常非常棒的 好了 那么这个这个整个系列里面只有一个精华 嗯 那我们下面再来说呢 就是它的这个moisturizer 那这个moisturizer呢 分日霜和晚霜 那么日霜呢 它有两款 晚霜呢 它有三款 嗯 所以这个系列是对保湿 皮肤保湿 非常呃 注重的这么一个系列 好 我现在来演示一下 那么这个 先说这个日霜啊 日霜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是有防蓝光的成分 那么有两款 一款呢 叫daydream 呃 lotion 一款呢 叫daydream cream 好 那么daydream lotion呢 它的这个 lotion和cream的区别 就是这个比较 呃 light一点 比较薄一点 就是可能水分含的也比较多一点 然后呢 这个cream呢 稍微厚一点 但是两个呢 都是spf-35 啊都是 呃 这个防防uva的level是一样的 然后里面防蓝光 也都是防蓝光的 那么你用的时候呢 就是选择哪一个 可能你的皮肤 如果说比较容易出油啊 或者今天天气 比较潮啊 热啊 那你就可以用这个比较light的这个 那么呢 在这个lotion里面呢 它的成分包括 基态 是一个天然抗氧化剂 啊 然后呢 就是基态 它是存在于 本身人体组织里面 就包括的 还有呢 它有一个 这个pumpkin extra 就是南瓜 啊 里面提出来的成分 还有呢 就是巴西莓果油 那么这个东西呢 如果你 倒出来一点 擦在手上的话 你会看到 这个黄 发黄啊 不知道这个灯光下 能不能看到 我估计就是这个南瓜成分里面的 我们的成分都是纯天然的 都是非常 呃 非常 纯的 它不会去加任何体检 其他的色素啊 然后呢 这个呢 cream呢 里面呢 除了含有这个南瓜以外呢 它还含有法国红胶 这两个都是 呃 能够啊 block这个蓝光的 呃 同时呢 它这里面还有一个成分叫红梅药醇 红梅药醇呢 又叫春黄菊花 那么这个呢 是有一个抗炎 抗微生物的性能 也能够抑制这个细菌 啊 然后还有微生素E 那么你把它打开来的话 你放在手上的话 你可以看到这两个啊 啊 这边 这边呢 是我刚才放的lotion 你看它都有一点流了哈 它的质地还是比较轻薄的 这边就是cream 它是颜色更白一些 然后呢 也厚一些 所以你把它运开的话 这边这个就是很容易就涂开了 然后如果你涂这边的话 它是发白的 发白的 其实涂在脸上的时候 甚至有一点点 就是说那个 就是让皮肤甚至都变得有一点白的 啊 就是 但是呢 这两个呢 其实呢 就是 啊 你可以把它涂在眼睛周围去试一下 如果说像普通的防晒霜的话 如果你涂在眼睛周围的话 它会有很刺激的那种 那种味道 或者是那个 对眼睛周围的皮肤 你记不记得 小孩子一涂防晒霜 然后一沾水 一画哇哇就哭 它就会对眼睛很刺激 你看我现在抹在我的眼睛周围 一点不感到刺激 而且也没有什么不好闻的味道 特别的舒服 啊 特别舒服 所以这个 这是我 这两款都是我的大爱 基本上就是现在 比如说晚上 我要上这个Zoom的话 我会多抹一层 非常棒 啊 就是说 不是说你出门 你才用日霜 而是说现在在家里面 你对着计算机 也是需要用日霜的 那么 另外的宝室呢 就是说 它有三款 这个 呃 这个 晚霜哈 那 目前 我个人最喜欢的是 这个紫色瓶盖的晚霜 可以看一下 它一共有三个 能够看出这个颜色吗 这个是紫色的 然后呢 这个是绿色的 这个是有一点点偏蓝色的 好像不是特别容易看到 这个颜色哈 那么呢 这个紫色的呢 叫Thirst Fix 这个呢 也是说就是对这个 嗯 比较容易出油的肌肤 哈 用这个 那你打开来的话 你可以看到这个里面 哎 这是谁呀 我帮 帮你 稍微 呃 Mute一下 因为我看不到我的画面 OK 好吧 那这个呢 就是 你打开看的话 它有一点像 嘴里高 哈 就是不小心的话 它估计要倒出来 就是这个质地 非常的轻薄 然后它会在里面 流来流去的 啊 然后呢 这个呢 我非常喜欢 因为它抹在脸上 我在 在我基本上 现在就是用完了精华 用完了蓝珍珠以后 我用这个保湿霜 作为一个打底 那么 这个里面呢 就是主要的成分呢 叫Cat Whiskers 就是叫猫须草 这个猫须草呢 有这个清热消炎 啊 它的性比较凉 那中药里面呢 它是入圣经的 我就是感觉我们这个 这个很多这个植物 放在这个护肤品里面 其实很多都是入药的 啊 等于就是我们 给我们的皮肤 吃了更好的营养 哈 所以呢 这个也是 为什么它 涂在脸上的时候 它会有一个 非常的好的 一个清凉的感觉 然后它会让你的皮肤 一下子就亮出来 啊 非常的 然后你再用其他的 任何的 啊 霜也好 或者是 护肤化妆品也好 都会很容易上妆 啊 很容易呆 然后呢 它的这个 啊 你抹上去以后 它的保湿能力 应该是马上 就可以达到173% 然后呢 在12小时之后 它还能够104%的 啊 保湿 啊 整个的这个保湿效果 可以有24小时 所以是 非常棒的一个 补水保湿的 这个碗霜 啊 那么这个呢 叫做这个 呃 是属于 给中性的皮肤 啊 然后 呃 呃 就是 在 介于 这个 3 6 比较轻薄的 折腻的 和那个 叫 mercerized 面 之间的 这么一个 不是特别 厚 啊 但是 补水效果 也是超好的 这么一个碗霜 啊 这个里面呢 包含有 芦荟 然后呢 有开心果油 所以我们用的是这个 nut oil 不是mineral oil 不是这个矿物油 我们用的都是植物里面提取的 这个是用从开心果里面提取的油 然后呢 它是有这个 同时含有维生素E 那么 它的保湿效果 要比这个sersfix更好 它的保湿效果 擦上以后 立刻可以达到 百分之一百 二百一十二 然后 12个小时以后 还是有 百分之一百三十九 也是能够保湿24小时 所以它的 保湿能力 要比刚才那个紫色盖子的 要更强 那么 最后一款呢 这个就是给干性皮肤人用的哈 这个叫做 呃 moisturized knit 就很喜欢这个系列的名字啊 写得非常好记 嗯 那这个呢 是保湿里面可能是质地 最后的一个 但是 涂起来也是非常方便的哈 嗯 然后味道非常的好闻 为什么味道好闻 而且很特别 因为呢 这个里面 含有这个 猪鱼 我们中国人有一个诗叫 变差猪鱼少一人哈 这个里面有这个猪鱼 猪鱼有什么作用呢 它可以提高你的这个亮度 肌肤的这个亮度 所以为什么很多人擦了这个以后挂 那个脸 就是在镜头前面显得很亮啊 其实跟这个保湿霜其实也是有关系的哈 那么这个的保湿能力跟刚才的这个Duo Day Duo Day的中间那个中性肌肤的这个啊 它叫整日的露水 它起的这个名字非常的好听 那么这两个这个也是有非常强的保湿效果 它是210% 然后12个小时之后它还有118% 反正这三款都是超100%保水 在12个小时之后还是那么有效 所以都是非常好的 我不知道其他的化妇品有没有这样好的效果哈 但是呢我今天今天丽心在吗 丽心说一下你用的那个用了之后 你感觉如何呀 你用的是哪些产品 看丽心还在吗 丽心在啊丽心有没有有没有有没有听 可以可以讲话吗 诶大家都可以听到吗 那我没有声音啊 可以可以听到 哦可以听到 诶那我不知道丽心到哪里去了 诶我在我在我在 你在你在 好你说一下你用了哪些产品 为什么喜欢 哦OK那从开始 那就是Lumi Spa不是Everyday吗 我是说那个Neutral Sensual这一套 你用了哪些 哦哟哟我用的可多了 我就是听哪个老师讲的说反正就一层一层往上抹呗 好我开始用的是什么别我开始用的是那个什么 还 creamy hydrating lotion对吧 开始我用的是imbalance的那个toner 嗯后来呢我去听哪个老师讲的我记不得了说 exfoliating那个toner啊可以帮着蛋斑嘛 我就开始用那个了 弄完toner以后呢我就抹那个 ok我抹过那个day cream那个protection SPF35 lotion的啊 后来呢我听到讲课这个另外的跟他那个比较heavy的那个叫什么是cream吧 对我也用过 对对我也用过不是同一天啊啊 我用那个do all day right yeahdo all day 对用完了do all day了呢就反正现在都是在家做嘛 这个这个跟前放的这个什么mp и然后呢 又放着那个thirst fix 反正就是不停的换来换去 觉得哎呦脸上没有那个湿湿的感觉了 就喷一喷 然后要不就再抹一搏 这个thirst fix 就这么样的来回折腾嘛 从早到晚的反正是 然后呢 然后呢 这个你最喜欢的产品是哪一款 到目前用到目前为止 还是妞娑三瘦吗 对的 我好像还都可以的呀 我觉得都对我有帮助 都很好是吗 我觉得是啊 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 就是 我这个什么thirst fix都快用完了 真的啊我的天啊 你才拿到一个月不到一个月吗 有一天哪个老师讲课说 他的眼带好 哎呀我就一个这样抹呀抹呀 反正还是在那 还抹的不够大概是 你还得做spot机呀 然后呢我为什么点名叫利欣呢 是因为今天利欣到我家来了 要拿产品 然后呢我当时看到他的时候 我就觉得吃了一惊 哎因为我大概已经有一个半月没有见过他了 然后呢他他来的时候我就觉得他的因为戴着口罩嘛 他的额头和露出来的皮肤的地方都非常的滋润 然后呢我因为以前利欣的皮肤是比较干燥的就跟所有普通人没有用过入心的人差不多的 但是呢我看到他露出来的地方就是很湿润的样子 然后呢我就拿这个skintester大家都知道我的skintester去给他测这个皮肤的水油成分 结果测出来水油成分都水分非常的高 差不多要到50% 油分呢只有百分之十几 弹性到了百分之 就只有一点红香的红香可能坏掉了 燕玲你进来的话我要把你mute掉啊 然后呢 呃 他的这个弹性呢达到了百分之五十六还是多少 他的皮肤的年龄 他的皮肤的年龄是二十六岁 那我当时以为这个机器坏掉了 当时我最常的吃惊 然后我就说利欣你用了什么 他说就是neutral sensual啊 那么你可以想象如果说他拿到这个产品哈 他都是说的啊都都在用 然后这个surf fix都快用光了 我这个还有大半瓶都还在 那你可以想象他其实用产品的量还是蛮大的 但是跟他以前的皮肤状况来比的话 真的是好太多了 然后因为我今天没有洗脸哈 结果我一测自己我是二十九岁 我当时就觉得非常的惭愧 所以我就说今天晚上我要讲究出三手 因为所有人都应该来用 就出三手 这是一个特别棒的 然后呢今天下午那个 杰尼吴到我们家 杰尼吴不知道大家有没有 可能没有看到他人 他不太愿意开屏幕哈 他六十三岁 然后呢他来我也是很明显的看到他的额头非常的亮光亮 然后皱纹也比以前浅了很多 我也用这个给他测了 二十七岁 然后他也是在用neutral sensual 他跟立心差不多同时拿同一天拿到的neutral sensual 他说他也是在用neutral sensual 所以我是惊到了 我是看到了认真用产品以后 这个neutral sensual line会给一个人的肌肤带来多么好的变化 所以我是觉得特别exciting 然后最后呢我要讲这个三个产品 我们就把这个系列讲完了 这个三个产品呢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在这个他叫yourextra 那这个extra呢包括一个这个 我现在就不用再share这个 这个extra呢就是有一个面膜 这个叫就是我们的机修面膜 那这个面膜呢跟以前的 以前的机修面膜还要好用 为什么呢 他的这个面膜的材质比以前的更轻更薄 然后呢浅材也非常非常的好 所以他就更容易随着你的贴着你的皮肤 同时呢据说这个面膜用完了以后 两天还是能够皮肤还是感觉水水的 那这个里面呢有乳木果油 有龙舌兰有鼠葵 除了刚才我们说的五大那个逆境直萃的成分之外 还添加了这另外三种成分 同时呢他以前那个面膜也有咖啡因 他这个里面也有咖啡因 那咖啡因会给皮肤一个激活的这么一个功效 所以又是非常非常棒 起码你想想五六七八九种成分 八种植物九种成分 咖啡豆也算是植物九种成分 在这个面膜里面 非常的划算的一个非常高的导致的面膜 还有呢这一款呢也是我现在开始更喜欢了 我第一次用的时候我不是很喜欢 我觉得他好像挺harsh的 现在用呢我才意识到其实不是 因为以前呢我们有一个轻柔磨砂膏 现在呢这个就是这个是brighter day 也是一个磨砂膏 那以前我都是把它跟别的东西混在一起 做同样面膜 所以也感觉不出来以前的这个轻柔磨砂膏的质地 那这个磨砂膏呢 你可以把它挤一点在手上啊 你可以看一下 我贴得近一点镜头 你看得出来有任何的颗粒吗 完全没有 挤出来的时候你仔细看都觉得它是一个cream OK 只有在你把它揉开的时候 你才能够感觉到非常细小的这个颗粒 然后非常的柔和 那么这个里面呢除了有以前的这个mineral的这个 叫什么exfoliator 这个非常fine的rounded的这个exfoliator的东西以外 它还增加了一个叫16酵素 所以它会非常好的把这个皮肤上的这个死皮去掉 如果这个16酵素 非常有效的 I haven't finished my vegetable I haven't finished my vegetable Marguerite go on meal clean 那个一个面膜一样 然后你慢慢的去这样这个这个去把它揉一揉的话也很舒服 然后这个16酵素因为为什么要加16酵素呢 16酵素会把死皮软化 然后呢让这个死皮掉的洗磨下来更干净啊 很多时候其实很多其他品牌的东西用的不知道是什么 其实那个不是所有的死皮都能够下来的 另外它这个16酵素也让这个磨砂膏非常的好闻 这可能是所有这个产品里面我最喜欢闻的一个产品 非常的清淡非常的好闻 所有的这些产品都是植物 都是满满的植物base 所以呢它的味道都非常非常的好闻 非常的清香 没有任何化学的那种人工的这种味道 最后一款产品呢就是我的大爱 就是这个creamy hydrating mask 就是保湿面膜哈 那么这个保湿面膜里面呢有什么呢 它有这个captus仙人掌 还有呢pine extract 就是松树的果实里面提炼出来的这个这个这个成分 它可以让这个皮肤非常的radiant 就是发光发亮 而且呢它里面有一个天然的糖类综合体保湿剂 所以呢它是非常好的一个保湿面膜 而且呢这个保湿面膜和这个面膜不同的就是 当你贴着这个面膜的时候 你觉得好像哎呦我得躺着才行 但是这个creamy hydrating mask 你就抹在脸上以后 你可以干嘛吃早饭什么都可以 非常的好用非常的方便 同时呢也是比以前的那一款更加保湿 所以我是整个这一套哈 那很多人会问说 哎呀那我买哪一套啊 我买是干性皮肤啊 还是油性皮肤啊 还是中性皮肤啊 说实在的哈 在每一个套装里面都有我非常爱的产品 比如说在那个油性皮肤里面 那么就有我非常爱的这个sirce fix 同时呢还有我那个非常喜欢的这个here you glow 好那我怎么弄呢 就是我早上的时候的toner我就会用here you glow 然后呢这个sirce fix是不管早上还是晚上 我都会在上其他保湿霜 比如说蓝珍珠霜之前呢我会用sirce fix打一个底 打了底以后你的皮肤会变得非常非常的光滑 OK那么保湿的那一系列就不要说了 还有一些呢比如说这个中性啊叫敏感肌哈 我不认为我有敏感肌 但是呢我很敏感肌的套装里面有这个保湿面膜 同时呢呃还有这个这个肌羞面膜 那为了要这个面膜我也会去买敏感肌套装哈 然后敏感肌套装 如果你买敏感肌套装 你买那个中性套装的话 还可以拿到两瓶inbalance toner合了而不为 所以呢就是说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 我会觉得呃如果说只准买一套的话 我可能会买这个中性的这一套 但是如果说我可以多买的话 我三套都会买 因为所有里面的产品我都用得到 就像刚才立新说的哈 他每一样他都很喜欢 每一样他都在用 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在10月27号 之前哈能够就是向朋友推荐 或者说决定自己买几套 因为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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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ull size 这个套装哈 这个10月27号之后到1月14号都没有的卖了啊 10月27号也是平扣的购买的所以呢 就是说呃要购买的话就是在那一天 而且我认为如果你等的话 你可能会冒一点险 因为他很有可能在当天就卖完 嗯很有可能 不管怎样你至少抢到一套吧 哈哈哈 其他的话你可以再再商量哈 然后呢 在11月27号Black Friday的时候 我们会有这个啊 sample kit sample kit 非常cute 然后他是25块钱wholesale 35块钱retail 也就是卖一套可以赚到10块钱 我是认为非常非常值的一个小套装 这就今天我要讲的 我马上要停停了 然后9点钟 我看到小平已经上线了 还 Cheryl 要给我们讲Nourish the Children so thank you everybody for listening to me Excellent Thank you Thank you Jen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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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